好 那我們要開始介紹所謂的變動氣體 第一個就是水氣 因為變動氣體的含量雖然不大 但它有非常多的影響 水氣會跟天氣變化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在這一章的重點 我們這邊要教氣象 要教天氣變化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後面所學習的重點 各種的天氣變化 水氣會跟天氣變化有關 二氧化碳會造成所謂的溫室效應 會造成所謂的全球暖化 我們在這裡會跟各位介紹 但是呢在最後的時候 有個專門講全球變遷 會再跟各位多講一點二氧化碳 還有所謂的臭氧 就是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現在面臨問題要臭氧洞 待會兒會簡單帶一下 然後呢也是一項 仔細的比較多的介紹 就是在學期末 教全球變遷的時候做介紹 所以這一些變動氣體的含量 雖然不大 但是它對地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非常大的影響 水氣基本上會影響整個天氣 二氧化碳會造成溫室效應 會造成全球暖化 那麼臭氧有功用叫做吸收紫外線 要吸收紫外線 這就是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東西 所以雖然含量不多 但是呢我們要講它 因為它對我們地球有非常大的影響 第一個要講的叫做水氣 氣候跟天氣有關 這個是地理交過的 天氣就是短時間嘛 短時間要天氣 包括天空狀況跟降水情形 這兩件事我後面會再講一遍 所謂的天氣現象就是天空狀況跟降水情形 這兩個都跟水的三態變化有關係 所以水氣很重要 會影響我們的天氣現象 然後還有溫度是對到所謂的天氣短時間的 那麼長時間叫做什麼 氣候 長時間的會有一些平均狀態的規律出現 等等的叫做所謂的氣候 這個是地理上交過的事情 天氣跟氣候 那麼水氣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這件事就是說 剛才不是有天氣現象嗎 有天空狀況嗎 有降水其實是三態變化了 水蒸氣然後升到天上凝結變雲 然後最後下雨或下雪下下來 就三態變化造成了變化多段的天氣 有一個重點 後面才會這樣就是住的地方 為什麼一團空氣上去的時候就會凝結 為什麼一團空氣的時候上去就會凝結 小學老師教升到天上遇冷凝結 這個不太正確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會告訴你 不過我們國中因為有些沒有膠 所以我們也是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告訴你 怎麼一回事 OK 這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上次的水氣會凝結 後面會告訴你 這個三態變化造成了雲造成了下雨 這個是學測考過的問題 我講過了 水氣的凝結會放熱 這是李華老師教過 那麼水氣凝結放了大量的熱 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比如說颱風 我們後面會教颱風告訴你 颱風的行程需要很多的水 因為水氣凝結會放很多的熱 要的能量來源 然後哪樣來源 所以這個是學測考過的題目 水氣凝結所放的熱 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對 他講話這樣 甲腕、水氣、臭氧 他們都很會吸收地面的長波輻射 這個長波輻射是跟熱有關的 還記得跟熱有關的輻射是哪一個嗎 喂 還記得跟熱有關的輻射是哪一個嗎 不記得喔 紅外線 他吸收紅外線 然後跟熱有關 吸了熱、放了熱、加熱地球 使地球保持溫暖 效果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叫做溫室效應 所以他們稱為溫室氣體 我上面寫了一串 你要背前三個 二氧化碳、甲腕跟水氣你要背 其他的不背沒關係 其他的不背沒有關係 前三個要背 水氣、二氧化碳跟甲腕 叫溫室氣體 善於吸收來自地面 重點 地面 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重點 紅外線 紅外線 OK 好 然後因為有他們在的關係 吸了熱、放了熱死 地球保持溫暖 所以我們地球才不會太寒冷 如果缺乏溫室氣體 地球會變得很冷 不適合生物生存 所以它很重要 但是 不是 現在問題在太多了 因為人類使用化石燃料 好 對農田施肥、拔林、開田 我後面會告訴你有什麼影響 然後呢 使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跟加爾的含量變多 這樣就吸了更多的熱 放了更多的熱 使地球越來越熱 這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有什麼問題 國中生基本上只考一個問題 就是太熱之後冰窗會融化 海底面會上升 然後我上課再多講一些別的問題 但考試基本上只考這件事 就是冰山融化 海底面 上升 全球暖化的狀況 OK 後面再各位仔細的說 再來就是臭氧 是歐山 它有毒 它是一個空氣污染物質 你吸多了對你的呼吸道 有傷害 有傷害 所以你的周圍 如果我們的臭氧含量多 就表示這裡的空氣髒 就表示你吸多了會對你身體有危害 所以臭氧在你的四周圍 它是一個壞東西 它是會傷害你的壞東西 但是 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它在天上是好東西 哪個天 平流程 後面會教你什麼叫平流程 這邊有一段 臭氧含量特別高 我們稱為臭氧層 臭氧層 大部分的書都是寫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要叫臭氧層 那這裡它可以幹嘛呢 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呢 是所謂可以殺菌消毒的 就給它會對生命造成傷害 所以紫外線強會對你造成傷害 它把我吸收過濾掉了 所以就保護了地球上的生物 所以臭氧在天上是個好東西 它保護了我們 它在你旁邊是個壞東西 它會污染 它會比自己造成傷害 來天上好東西 所以下一題也是學生問過的 類似的問過的問題 是一年前生物能夠從海裡爬到陸地上來 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上就已經形成了臭氧 隔絕了紫外線 否則它一上岸就被紫外線給斬掉了 就被紫外線給殺掉了 所以是一年前被爬上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臭氧已經形成了 臭氧已經形成了 OK 但是它對我們的幫忙 那又因為偉大人類的關係 我們排放了一個東西叫做佛氯碳化物 有人叫做佛氯碳化合物 有人寫佛氯碳化物 這個東西到天上會阻斷臭氧的形成 使得臭氧的含量變得很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凍 有了臭氧凍之後 紫外線就會長居植入 傷害到地表的生物 對我們造成危害 所以臭氧凍是個問題 很一樣一些內容 我們到最後交全球變遷 講臭氧凍的時候再說 這就簡單跟各位基本的做這個介紹 我們考試會問你誰造成的 就是佛氯碳化合物 佛氯碳化合物造成 臭氧含量稀薄會形成臭氧凍 所以以上就是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對我們有重大影響的一些變動氣體 OK